先把这个gamescd拿出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还要定义另外一个东西 大D 大D呢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了 我要先对游戏进行一个观察 在观察当中啊 我把它的一些变化保存下来 然后实际呢 网络训练的时候啊 就把这些观测值给它输进来了 所以说我指定了一个大D啊 大D就是咱们指定的这个DQ 咱们先把它存到这里 有了这样一个文件之后啊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做这样一个 先去把这样一个四针图像拿出来 四针图像拿出来 那我们定义一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Done Nothing 最开始的一个状态啊 其实它什么也没有做 所以说它是定义了一个Done Nothing 我们用它等于一个Numpi.Zeros Zeros是什么啊 我们把这个Action传进来 它有两种方向 把这个Action反过来 一开始什么也没做 都是等于零的 然后呢 接下来啊 咱们还要继续往下去写 假设啊 现在我的一个Done Nothing 咱们随便指定一个吧 让它的一个0 它的一个就是往哪飞啊 它是等于一个1的 咱们先啊 默认处置画一个Done Nothing 就是咱们的一个 就是最终的Action啊 应该是怎么样去走 先把它啊定义出来 就是说 第一步你怎么飞啊 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把图像 一针一针的读出来了 因为我要拿这个数据啊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写了一个XT 然后呢 XT还有这样一个reward 这个reward的咱们默认 让它都是等于0.1的一开始 然后呢 XT R 还有一个terminal terminal就是这个游戏结束 让这个东西啊 从咱们的一个game state 从这个游戏的大环境当中 让实际的这个游戏执行 这么一针 咱们就可以拿出来这样一个 它的一个x数据 以及呢 它的一个reward值 还有当前的一个 是不是结束了吧 所以说我们定义了一个frame啊 frame 在这写了一个frame step frame step里吧 我们让它去传一下 咱们让 就是这个动达字影相当于什么 动达字影相当于是一个操作啊 咱们先让它 实际的去运行一下 就是跑这么一针出来 我把这一针数据和reward值 以及呢 它的一个terminal 它的一个是不是结束 都拿出来了 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对它呀 进行一个转换 首先是这个XT吧 咱们拿出来一针的一个图像数据 我们要对它呀 进行一个转换 我们用CV2 CV2呢 有一个函数啊 叫做一个convert color COLOR 然后呢 在这里 我们要先对图像 进行一个resize操作吧 因为啊 咱们一会儿要用的图像 它是一个80x80的吧 不见得 咱们当前图像 就是88x80的 所以说 对这个XT啊 我要先进行一个resize XT传进来 括号里边传进来呢 它是resize乘一个80 再乘上一个80的 在这里啊 我们还需要 我们先想啊 它是一个80x80的 然后呢 我们要把它转换成一个灰度图吧 转换成这样一个灰度图 我需要再写一个东西 就是CV2 给它转换成什么 给它转换成一个 从咱们的一个color 就是咱们一个彩色图 到咱们的一个 呃 就是从color进行转换的时候 咱们是一个呃 BGR 三个颜色通道 转换成了一个葛瑞 所以说写这样一个函数 就是BGR 图格瑞 咱们现在啊 就转换成一个灰度图 并且呢 把它resize成了一个80x80的 然后呢 第二步 第二步啊 是不是说 我要把这个图 给它做一个变换啊 由这样的一个图 我们看一下在那儿去了 由这样一个图 我给它进行一个二指化啊 咱们接下来 就要做这样一个 二指化的一个变换 还是啊 这个XT 这个小XT 它呢 就等于 CV2下有这样一个模块 CV2下的一个threathold TXRE S threathold 我把threathold写过来 然后呢 threathold传进来的 对谁进行threathold呢 对这个XT 进行一个threathold的 那么threathold的值 是等于多少呢 是等于1的 然后比这个值大 然后它等于多少呢 比这个值大 让它是等于255就可以了 比这个值小 咱们让它等于0就可以了 传进来一种 这样threathold的一个方式 就是CV2. 这样一个 名字啊 叫做threathold的 它的一个binary 咱们把它 进行一个 二指化的一个转换 现在呢 对于这个XT啊 我们就把它 转换成了 这样一种PVT上啊 就是这个图 binary的一种格式 它呢 就是一个二指的 一个色彩 一会儿啊 咱们debar的时候 还为大家看啊 这个XT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现在XT 已经做好了 其实这个XT啊 它返回的是两个参数 咱们拿一个东西啊 来进行一个站位吧 咱们现在不需要这个RT 咱们现在 但是啊 需要它进行一个站位 咱们还是啊 把这个小XT给拿过来 然后呢 接下来啊 我们就是需要 做这样一个数据了吧 做数据 一帧图像拿出来了 对于一开始来说 我需要把四帧图像 都给抵押起来吧 但是呢 咱们现在只执行了一步 对于起始状态来说啊 我没有四帧 那怎么办呢 起始状态 就是四个重复的吧 咱们先用numpad.stack 给它堆叠一下 numpad.stack stack 把谁最后堆叠呢 把这个XT 因为咱们第一帧啊 没有就是只有一帧图像吧 那怎么构造一个四帧的 把它四帧都构造出来呗 把它四个进行一个stack操作 然后呢 中间啊 需要把它们扩起来 把刚开始啊 处置画的一个啊 给它堆叠在一起 然后呢 指定好它的一个维度就可以了 现在啊 咱们就是啊 写好了这样一个 它是怎么样进行一个 我看这块报了个错呢 报了什么错啊 多了一个括号是吗 在这块我看哈 这块是两个括号 然后呢 这块是一个括号 然后这一块啊 这块应该是个逗号 我写成了一个点是吧 现在没问题了 咱们指定好 让它进行堆叠 堆叠成一个80 乘以80 再乘以4的一个结构 数据完了之后啊 我再把咱们的一些其他操作 就是关于呢 咱们session的一个变量数据化 以及呢 咱们要进行保存模型 先把这个saver做出来吧 saver等于tensorflow.train 模块下 它的一个train 答错了 train train模块下 它有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saver吧 先把saver实力化出来 saver实力化出来之后啊 我们让这个session 实际的去转 我们看之前这个session 也是传进来的吧 我让这个session啊 先去run一下 咱们全局变量的一个处置化 转一下 tensorflow的一个 interlizer 然后global variables 在那儿呢 interlizer 没有 那怎么 我们先把它interlizer 然后是这样一个函数啊 就是interlizer all variables 咱们之间 看看它有没有提示 我不想打这个东西 打起来太麻烦了 tensorflow.interlizer interlizer variables 我看一下 interlizer all variables 这个函数 咱们把所有的一个变量 都进一个处置化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咱们指定一个checkpoint 就是一个cckcheckpoint 让这个checkpoint 就等于我们tensorflow.get 咱们的一个tensorflow.get 它是在trim块下 正文下呢 有这样一个函数 就是一个get 一个checkpoint的一个stata 我们先把它写进来 咱们要呢 干什么 咱们这个stata 就是要进行一个save的networker 我们要保存一个networks 写好了这些之后啊 我们现在就可以做 这样一个事了 就是说 如果啊 定一个函数吧 f 咱们的一个checkpoint f咱们的一个checkpoint and咱们的一个checkpoint checkpoint 然后呢 checkpoint里边 它有一个model的一个path 我给它指定出来 它有一个modelpath 如果说啊 它的modelpath是存在的 我们接下来呢 就可以去save 进行一个restore吧 就是说 首先呢 你可以先指定一个模型 如果说你指定的一个模型啊 它是有一个 已经之前训练的 那我接着之前训练就可以了 就是可以用这个save.restore restore一下咱们的一个 就是一个session 以及呢 一个checkpoint 它的一个path就可以了 我再把它的一个checkpoint 的一个path传过来 这个的意思啊 就是说 如果说呢 你之前啊 是已经是 哎呀 把这个东西 我看一下 我把这块 它的一个savepath要去掉 然后把它拿过来 再给它写上一个括号 它的意思啊 就是说 如果说你之前是训练这个 做这个网络 那肯定会有些tripepoint的吧 第几次没准 但是呢 你在训练的时候啊 你也可以接着那个tripepoint 去继续跑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print一下 print一下什么呢 print一下 咱们就是successful successful successful 咱们load了一下啊 咱们已经是把那个模型啊 给它load了进来了 咱们可以print一下啊 当前已经是把之前啊 模型已经加载进来了 如果说你没指定这个模型呢 或者说没有这个模型啊 咱们就elseprint一下 当前的这个模型啊 load field啊 就是当前这个模型没有加载进来 咱们需要从头开始啊 自己的去进行一个训练 这里啊 这部操作 大家可以选择到 然后呢 我们可以指定这样一个 一部系统啊 一部系统啊 大家可以指定一些其他值 比如说你想进行一个 多大比例的探索 这些啊 咱们都可以自己指定 然后呢 让它进不进行衰减 这些啊 也都是可以指定的啊 一部系统 一部系统一开始呢 就等于这个initial的一个 一部系统 先把它写过来 initial的一个 刚刚写过的 epsil 最开始有一个initial的一部系统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啊 就是可以进行一个迭代了 第一次迭代 它是等 哎呀 咱们写中文了 第一次迭代 它是等于零的 咱们让t啊 先是等于零的 然后咱们就做这样一个迭代 首先啊 咱们指定了这样一个循环 就是well啊 就是说这个循环的意思啊 就表示着 咱们接下来这个循环啊 要无限制的进行下去 因为这两个值啊 肯定是永远不会相等的 所以说呢 咱们要进行大量的迭代 在迭代的时候啊 我们首先先找到这样一个值 就是咱们最终啊 网神经网络会有一个输出值吧 就是咱们的一个readout 我先把这个readout写出来 readout 它等于什么呢 readout就是等于咱们的一个 刚才是不是写了 定义了这样一个readout 就是咱们的train network 咱们有这样一个readout吧 它就是等于这个readout 我们给它点evo一下 把它的值拿出来 点evo一下 然后呢 就是说当咱们想拿到这个readout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你需要给它指定一个输入啊 你得说好这个神经网络 它的一个输入是等于什么 那它才能够帮你们 实际的一次前传播 把这个值给它拿出来吧 所以说我需要指定一个readout readout readout 就是什么呢 就等于咱们的一个啊 它是一个字典结构 咱们刚才是不是把输入也传进来了 所以说它的一个s等于什么呢 s就是等于咱们刚才所指定的这个 我看一下 刚才我不是构造了一个东西吗 叫做st嘛 就是那个四个堆叠在一起的 这个s它就是等于这个st t然后呢我把它再给它扩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啊咱们就是把这个输入数据也拿出来了 就是啊咱们刚才所指定的一个结果 那么readout里啊 其实我却想看一下它最终的一个啊 就是最终的一个action是等于什么 所以说我把这块写上一个0 把它一个action给它拿出来 然后呢有了这样一个action之后啊 我们现在再定义一个at 就是啊咱们先写 写完一会儿咱们再说 action它等于numpi.zeros 然后呢它是有action个的 action个的 一会儿啊咱们还要用一下这个at 那么首先呢 咱们先写上这样一个action的一个index值吧 action的一个index值 它是等于0的 咱们先写上这样的啊咱们先写上 咱们先写上咱们先写上咱们先写上